NBA季前赛已经全部结束,今日各队都进行了疯狂的裁员,就在刚刚,火箭进行了最后四大裁员的运作,修斯对火箭官方宣布,他们已经裁掉了四名球员, 其中包括布兰当桑普森,罗德里格斯,邦德和巴西杜兰特布鲁洛卡伯克洛,这一位着火箭最新一期的十四人大名单全部出录,他们还留下了一个位置,剩下的真价常规赛阵容已经确定,目前火箭十四家二大名单如下,哈登,保罗,安东尼,戈登,塔克,潜佩拉,恩尼斯,麦浅威,格林,奈特,克里斯。 哈尔滕斯太尔,妹妹和大魔王周琪,双相合同分别是加里克拉克和文森特,埃德华兹,虽然克拉克方辉不错,但他还是只能拿双相合同,火箭人要给大名单留下一个空间,证明了他们还有运作的想法,或者是赛季中期千人,或者做出交易一换而得到新球员。 当然好消息是,虽然受伤,但大魔王周琪终于彻底稳了。